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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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闹非凡宋泰东非常满意 赏林数百两可忽延将军却并不满意 原来这并不是一场才艺展示 而沈忽延在精心准备的抗辽兵演赵建令制作武艺 在剧庄之间使且灰且边早说玄绕亭中处四又隐其四字引入蝶五键盘朔赐白金术白两击四字一代 选自宋史忽延战传 可宋泰东没有同意他们上战场回到家的忽延将军觉得打仗的理想总是要有的要不然写出来吧 于是第三幕 行走马赛克忽延将军开始在身上次次走行没一束的路线 而且是浑身上下都刺字满身的赤心杀贼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想打仗 自己一个人做完怎么行 好东西 要让大家一起分享于是老大 老二 老三 你们初来一下爹 给你们设计了个新造型孩儿他妈 二大娘 四孤老你们也来看看 给你们介绍的新时尚 辩文 其体为赤心杀贼子 至于其奴仆史坚然 诸子尔后别次字 选字宋史忽延赞传 从此大街上多了 北宋版藏爱家族住 宋朝人生克字是一个严肃的事情 因为这个时候克字还算是一种刑罚 估计这理想文的太多了 宋泰宗看到他们一家就 头昏眼花也没看清忽延将军的新套路 又没灵验看来 还是戏份不够 必须上终极武器了 首思孩子第四幕 首思孩子北宋版英霸 大显神威孩子那么多放着 也是放着不如是是这波开挂一般的军事训练 高空抛啊 冬天水泼孩子 反正是怎么刺激 怎么来要不是仆人拉的 他不让他胡来估计 儿子们都凑不及一桌麻将 让胡言赞上过战场这四幕举 看完知道胡言赞有绝对实力冲击戏精的诞生 年度总冠军了吧 也正是因为胡言赞行为 怪异成为了当时最大的笑柄 也成为文人末 可调侃的对象 宋人软月的诗话总轨里 就拿胡言赞开玩笑 文章却似乎言赞 风貌还同数相过 宋人软月的诗话诗话总轨 胡言赞并不是一个有勇无魔的人 他曾给宋太祖其建议功疗要慎重 也常以国家安危为解任 不在乎功名利禄宋太宗亲征弃丹 自此去幽州 由热敖翻炳尔 胡言赞 此顶南翻 去资至通鉴宋记二十一卷 一个主张对辽作战的武将 却升在了中文清武的宋朝 天天给自己加戏的目的就是想 告诉皇上他时刻准备着上前线 只是此时的他早已头发花白老记福利 置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他其实也是一个悲情英雄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老人家的宋朝 阿牛 阿熊 阿CL wec